我們下面要開始算的叫做要算溶質的墨數 就跟我們當初在學重量百分濃度 我們在算溶質的質量的意思是一樣的 請問你0.4大M的氫氧化氨 0.3公升裡面有多少的氫氧化氨 那根據我們以前教過的所謂的小瓢蟲 你把墨遮住 你把墨遮住之後 你把墨遮住不要看之後 那墨怎麼算 M乘以公升嘛 M乘以公升 所以 就是M乘以V 墨就是M乘以V 你可以這樣子背 但請你注意背清楚 我以前把行程照起來 墨怎麼算 M乘以V 很好 什麼是M 質量 不是 這M是什麼東西 墨濃度 那就往裡面直接帶就可以了 0.4大M 0.3公升 算出來就是0.12M 這樣子就算完了 很簡單吧 就這樣子 直接帶公司就可以算了 就這樣弄 墨濃度 墨濃度 乘以溶液體積 就是溶質的墨數 這就是我們學的第三個算墨的方法 第一個 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第二個 質量 以功課做單位 除以原質量 或分質量 第三個 墨濃度 乘以溶液體積 體積要用公升做單位 就是我們學過這三個算墨的方法 考試喜歡考後面兩個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墨濃度乘以溶液體積來算墨 OK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沒有問題就換你們 請問你0.5蛋的流酸200毫升 有流酸多少墨 這個跟剛才基本上是完全一樣 來 我們找 30號 1號 跟 34號 上來 算 快點 上來算 快點 4 1號 6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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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6 6 5 簡顯是MOL打1.1點 只有這位先生小姐 是用我給你講的公式 M乘以V 濃度乘以體積算 這些人就帶回去原來莫濃度的公式 大M是身分之莫 下面有幾身 旁邊有幾大M S莫這樣算 OK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帶回原來公式去求是可以的 或者是用我用的公式 M乘以V 也是可以的 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答案叫做 好 我們就說了 就是M乘以V 所以就把M乘進去 V乘進去 然後呢 記得體積要換成公升 所以200要除以1000 所以就0.2乘以0.5 算出來是0.1M 所以答案0.1M OK嗎 OK 下一題 下一題跟前面稍有不同 他是問質量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知道莫耳 因為給我莫耳濃度 你只能算出莫耳 然後就回到以前的問題 你算出莫耳之後怎麼變成質量 你算出莫耳之後如何會變成質量呢 怎麼會變成質量呢 3號 3號 10號 23號 22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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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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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7 8 跟剛才一樣 先生還有多少莫爾再回到以前的做法 給了莫爾之後怎麼去求質量 莫爾怎麼去求質量 有了莫爾之後怎麼變質量 有了莫爾之後怎麼變質量 來 寶貝 我寶貝 我寫錯了 來 寶貝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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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錯 寶貝 這位小姐最後關頭改過來了 她原來這裡0.5乘0.2變成0.01 因為要做數學不好 那就大家後面就不會對 你們共同辦了一個 你們共同做了一個不好的事情就是 你沒有在算勢上面真正的去算出她的分子要有多少 你們就直接寫106 這其實不好 你不要漏掉任何一個步驟 這樣子如果你寫錯了 別人才會知道你到底是哪裡 寫錯了 到底是哪裡寫錯了 所以答案是 我們給我濃度 我只會先算出木耳 濃度 只能會先算出木耳 然後 再把 木耳換成我需要的質量 那 我們的做法有兩種 第一種 我們用功課去求木耳 去求質量 就正的做 或者反的做 都可以 我們現在反的做 就是先算木耳 再算質量 那剛才講過怎麼算木耳 M乘V M乘以V 所以算出來以後 體積換公升 算出來就是0.1M 然後又回到以前 有木耳怎麼會變成質量 木耳要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你需要去算分質量 算出來106 然後往裡面乘 答案就是10.6克 所以我們算出來10.6克 這就是做法 OK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下一題跟前面是一樣的 第一個是問你有幾木耳 第二個是問你有幾功課 理論上你算出第一小題之後 第二題就很快 可是考卷上可能直接問第二小題 我待會兒請你上來的時候 請你節省時間 待會兒請你上來 兩小題都一起寫完 第一個寫出幾木耳 第二個寫出 第二個寫出他幾功課 請你一起把它寫完了 十五號 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 十一號 二十號吃二生 二十號吃二生 三十五號 上來 你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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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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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也很少 我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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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題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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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以下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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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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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小題 第一小題 算出幾木耳 第二小題 算出幾功課 算出幾木耳 前面說過 木耳等於按成 V 幾功課 質量等於 木耳等於原質量 木耳等質量 都是以前教過的 心中心 雷 小題 所以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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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運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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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曉得剛才他位子怎麼會算出400那麼大 基本上上面寫的答案都是對的 第一題答案叫做0.02末 0.02末 講過很簡單就是M乘以V M是0.1大M V是0.2公升 呈出來叫做0.02末 第二小題0.8公克 也一樣我所有教過的給末怎麼求質量 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氫氧化鈉MLH分子量要40 所以0.02乘以40 叫做0.8 所以答案0.8公克 這就是末 OK 請同學注意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你要會算出末耳 我們待會要算西式 西式前末的數等於西式後末的數 你要會算末耳 我們要算混合 兩杯倒在一起 末耳要加起來 你還是要會算末耳 以後換算 以後換算 重量百分濃度 換成末耳濃度 你要會換成末耳 從末耳濃度換成百分濃度 你要會從末耳換成質量 所以 你要會算末耳 這是你的重點 OK嗎 OK